今天全球有两百亿只鸡 平均每人三只 而在鸟类中的第二名 是一种叫红嘴奎利亚的非洲小麻雀 只有二十亿只鸡的十分之一 全世界只有梵蒂冈这一个国家 和南极这一个大陆没有鸡 梵蒂冈没有鸡是因为地方实在太小了 南极没有鸡是因为国际公约 禁止携带任何活情进入这个大陆 以保护地企鹅 这说的是鸡这个动物从数量到分布 在全球所占据的统治地位 我第一次参观了一个蛋鸡场之后 对鸡这种动物就产生了敬畏之情 一只蛋鸡必须要在一百天内 至少给我们生九十五个蛋 如果只生了九十三个蛋呢 这只鸡就小名修以拉 那它从我们人类这里得到了什么呢 不过就是玉米麦夫豆粕和一些无鸡盐啊 一些不值钱的东西 夏天就这些不值钱的东西啊 蛋鸡每天只吃一百一十五克 冬天也只增加到了一百二十五克而已 而鸡给人类的回报 却是一天一枚鸡蛋 那要知道一枚鸡蛋平均重量达到五十克 也就是说一只鸡吃两克玉米麦夫和豆粕啊 就能生产出一克鸡蛋 这是多么惊人的转化率啊 那你想我的朋友大酸子 去年要健身要增肌 一天二十六个鸡蛋 整整吃了一年 才长出一个鸡蛋的肌肉 那种玉米小麦和黄豆所需要的农家肥 它倒是整出了小半斤啊 你说说看 这情何以堪啊 那对鸡大规模工厂化饲养成功 让人类得到了非常便宜的蛋白质 穷的吃不起鸡蛋呢 比穷的吃不起蔬菜的还要少 那毕竟鸡蛋只要两三块钱一斤嘛 鸡肉和鸡蛋令人发指的便宜 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贫穷不再意味着吃不起肉 而只意味着吃不起牛肉 这么一来 贫穷就很容易忍受了 毕竟 西红柿炒鸡蛋 炸鸡也挺好吃的 那早在实现了大规模工厂化养鸡之前 用剩饭剩菜在小院里养鸡生蛋 就是普通农场主妇 最主要的现金收入来源 而且在美国大规模蓄奴阶段 白人主子唯一允许奴隶 搞自流地经济的 就是在小院里养鸡 那奴隶们为了能在主人身上 多赚点钱 做饭的时候 就变着法子给主人做鸡吃 那除了政治和经济 鸡的重要性还体现在人类生活 几乎所有的方面 如果没有鸡汤 巴斯德就培养不出细菌 而如果没有鸡蛋 今天会不会有疫苗 还都是个疑问 古代的人不仅用鸡交税 还用鸡来占卜和赌博 那在辉瑞公司 发明了万岸可之前的 漫长的岁月里面 公鸡的稿丸 一直是杨伟的男人们 唯一的指望 那孔子35岁那年 鲁国的两个贵族 因为一场斗鸡产生的争执 竟然还导致了一场内乱 而苏格拉底死前 说的最后一句话 也和其有关 他对他的朋友克里同说 我们还欠阿斯克勒比俄斯一只鸡 欠了总得还 可别忘了 那以一个主题词 比如说煤啊 冰啊 雪鱼啊 来对整个人类历史 进行一番梳理 用这个路子写出来的书 有很多啊 鸡统治世界 绝对是我看过的最好的一本 正确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